1950年的一天 诺贝尔奖获得者 故理学家费米在和别人讨论非碟级外星人的问题时 突然冒出来一句 他们都在哪呢 也许哪天你的女朋友突然冒出来这样一句话 你还会觉得她是一个萌萌哒的好奇宝宝 但是从科学权威口中说出来就显得不一样了 毕竟人家是专家教授 可是当这个问题因出自科学家之口而引起关注之后 突然就会发现 就变成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并逐渐总结为著名的费米悖论 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一问题 带大家科学地寻找一次外星文明 并反向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 作为一个悖论 费米悖论当然有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 首先以我们地球生命为例 地球从形成到现在大约经历了46亿年 生命大约出现在35亿年前 而有细胞核的真核细胞出现在大约15亿年前左右 10亿年前出现了多细胞生物 4.6亿年前与3.7亿年前 植物动物相继登上了陆地 2亿年前爬行类动物恐龙大发展 700万年前原类出现 约15万年前智人及现代人的样貌基本定型 1万年前农业出现 5000多年前苏联尔人开始将简单的文字符号刻在泥板上用于记录 300年前人类学会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 文明加速发展 50年前人类登上月球 20年前互联网走向大众并开始爆炸式发展 从这一系列地球生命的关键时刻可以看出 文明是在加速发展的 尤其是近百年间 没过几年生活就有很大不同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而从整个宇宙138亿年的发展演化来看 只要有一个文明 哪怕起步只比我们早一亿年 一万年甚至只是一千年 以文明指数及发展的速度预测 这个文明应该早已发展成星际文明 充斥整个银河系 但是我们无数次仰望星空 全力探索 建造超大的望影镜与信号接收器 聆听宇宙近一个世纪 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文明的痕迹 一次通讯一个响声都没有 这一思维实验与当前观测事实完全相悖 这是为什么 问题可能的解释有很多种 其中步伐一些基于科学原理 以及社会学的深度推测 第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生命是宇宙最为特殊的现象 以至于地球是唯一一个孕育出生命的地方 虽然这样的解释肯定不能让大多数人接受 但这确实是基于当前观测事实的最简单解释 这种根据现象加以想象强行解释的行为 倒是与阴阳五行的八卦理论有几分相似 深层原理不深究 大概能用就行 但是想要一个更科学的解释 我们就需要知道宇宙中有多大可能存在 能与之交流的文明 由此美国科学家弗兰克·德雷克于1960年提出了一条公式用来推测 可能与我们接触的银河系内地外智慧文明的数量 即德雷克方程 这是七项参数的成绩 意思是银河系内可能与我们通讯的文明数量 等于银河系内恒星数目 乘以有行星围绕的恒星所占比例 乘以每个恒星系中内地行星的平均数目 乘以有生命居住并能净化的行星比例 乘以低级生命演化出高级智慧生命的概率 乘以高级智慧生命能够进行通讯的概率 乘以科技文明持续时间在整个行星演化周期中的占比 公式很简单 但当前还无法求解 不涉及生命的参数 我们可以通过取样当前可观测宇宙获得 但涉及生命的参数 当前的样本只有地球 地球上的概率是1 其他能考察到的地方都是0 由于考察数量实在太小 对于研究整个银河系来说 并不能作为有效参数 这里我们就只能先假设这些参数的量 首先划定范围 银河系之外 最近的星系距离我们也有200万光影 由于光速极限原理 我们直接假定与银河系之外的文明交流的可能性为0 银河系内恒星数目NG约为4000亿 接下来两项不涉及生命的参数 FPNE 以当前宇宙样本观测数据估计大致都在10% 这样下来符合条件的内地行星数目有40亿 紧接着FL、FI、FC 即行星出现生命的可能 生命发展出智慧的可能 以及智慧发展出通讯能力的可能 这三项还无法估计 毕竟智慧怎么定义都还没有很明确 海豚算吗 我认为出现生命的可能性很高 自然状态下十几亿年漫长的有机化学反应估计就能完成 但后两项一起实现却并不容易 毕竟地球生命已经出现了35亿年了 而生物的多细胞大型化只有大约3亿年 智能通讯只是最近100年左右的事情 虽然有些科学家对这三项的成绩有三百分之一的乐观估计 但保守起见我将其假设在万分之一 这样符合条件的还有40万 接下来就是最后且最恐怖的一项 F大L 文明持续时间占行星演化周期的比例 高度发达的文明能存在多久 高级文明发展的同时 伴随着环境的破坏以及毁灭性力量的掌握 这些我们人类都有深刻体验 这样的文明或者说这样的物种 即使没有遇到灭绝史前生物那样的天灾 都随时有可能瞬间被自己中结 根据地质变化以及化石样本 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地球生命在大尺度上的演化历史 但是假如过去有某一种生物出现一万年后 突然顿悟基本科学原理开始快速发展 又在一千年内自我毁灭 其毁灭方式的特殊性可能让它们并无大量化石留存 这样的历史如果成分进地质年代 几亿年后是不会留下任何文明痕迹的 因为即使金字塔万里长城这种坚弱磐石的宏伟建筑 百万年之内也会被自然之力彻底抹掉 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十几万年也就能实现 也许地球已经经历过多次智能文明 但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 我们人类并没有发展多久 还不能将你我算作例外 文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向星际扩张 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向 当前虚拟现实的发展 以及普通人对虚拟世界的迷恋 已经让网络捆绑住了几乎全人类 低头足的终极发展方向就是放弃有形的自我 将自己的意识与记忆数字信号的方式传入一台 在支持虚拟世界运行的计算机中 从而摆脱文明对物质资源的极度依赖 自我意识就可以随意获得满足 只需要现实世界给这台计算机供电就行 其耗能对于一个星球的能量来讲可以忽略 这个可以参考电影The Matrix 但这个文明对于现实世界来讲就可以说是消失了 如果一个星球上达到星际通信能力 文明的存在时间只有平均500年 这里说的星际通信能力 仅仅指的是文明的存在能为自己恒星系外的文明探测到 如果这个时间窗口只有500年 以刚才得到的比例计算当前银河系内科技文明的数量只有0.5个 那这基本就是我们了 但这一切都只是可能性的猜测 误差都是数位上的好几个零 并不能作为精确的参考 只是基于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式 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 如果实际情况是银河系内有很多文明 我们真的能与之交流吗 首先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星际生命之间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已经不是两种动物之间那样简单的差异 它们还是细胞结构的生物吗 它们有固定的形态和大小吗 它们能进入思维空间吗 这时候关于生命 关于智能形态的想象会一下子变成脱缰的野马 天马星空不可收拾 但是关于我们对生命的定义 生命至少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并以周围环境进行选择性物质交换的个体 至少在一个物种还没有实现技术爆炸时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想到虽然宇宙中有很多奇伟归怪非常直观 有些环境可能超乎想象 但是构成宇宙的物质 就由质子中子电子组合而成的元素 起码在全宇宙中是一样的 相同原子的物理特性并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再来看一下地球生命的物质基础 碳元素 高中化学我们就知道了 由于碳元素最外层四电子的结构 以及所有原子最外层八电子最稳定的事实 是碳元素能形成四个稳定的共架件 这已经是元素形成化学件的数量极限 这个特性使得碳元素形成碳碳常链的分子同时 两边还能最大限度的携带各种功能复杂的光能团 如本环酸根或者其他大型碳链 还有类似碳碳双键这种更稳定的结构 这是复杂有机大分子形成的基础 这个分子的复杂程度也是有机体实现各种复杂功能的保障 当然你会说元素周期表呢 与碳元素同足的硅元素最外层电子也能形成四个共架件 但是由于硅元素核外电子层数比碳元素多一层 也就是最外层电子与原子核的距离较远 原子核内质子对最外层电子之间的正负电荷引起的电磁力也就较弱 其共架件不如碳稳定 难以形成超长的硅链 举个形象的例子 碳碳件如果是两个正常人手玩手站在一起 硅硅件就像是两个相扑运动员用小拇指勾在一起 在生命的竞争中或者说大分子形成的竞争当中 当然不如碳基生命竞争力强 可以看一下与碳同足的元素 碳归者西迁 从汉字的偏方部署我们就可以看到 归以下随着电子层数的增加 元素已经成为容易失电子的金属元素 所以在确定生命很大可能是碳基生命以后 类似氨基酸蛋白质核冠酸等 在自然状态下就能形成的有机物也又顺理成章 虽然在实验室里还很难自发的形成 这些有机大分子 但是再小概率的化学反应 在几亿年的时间里几乎都会变成必然 也许液碳水适合的温度范围很小 所以导致液碳水在宇宙中不会很常见 但是生命对水的需求 可以为其他轻巧的液态物质取代 我们可以看一下土位2上 由液态甲烷形成的海洋 毕竟水的重要作用是给各种生命活动的化学反应 提供反应场所 氧气也可以被替代 毕竟在古老的地球上 氧气对原始生命来说是毒气 地球历史上第一次物种大灭绝 就是氧气大量产生所致 只是基因随即突变 加上自然选择的进化原理 让生命越来越适应氧气的环境 氧气参与反应时超强的夺电子能力 也从死神变成了现在生命活动的关键 综上所述 基于生命该有的基本特性 星际生命的差异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也有可能随着文明的发展 思想和意识可以以数字信号存在于计算机当中 或者以光伏信号存在于能量支援恒星里 当然这些YY是当前科学分析无法企及的 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好了 现在各种条件已经调节完毕 外星生命可以存在 而且差异不会太大 很大可能是一个探机的有形个体 只要生命存在就有可能出现文明 因为有效的生存方式就是群居并产生 集体协作的生存策略 虽然发展出科学可能概率不大 但在恒星基数很大 且时间尺度上一年的条件下 我们认知的概率再小的事件也可以算作必然 那么它们在哪儿 怎么发现它们 我们该去发现它们吗 为什么关于它们没有看到任何蛛丝马迹 可惜文案写到这儿发现篇幅又差不多了 跟到下期了 直到你们想看黑暗森林法则 所以还请继续关注咯 作为生命 我先去和世界座有选择的物质交换去了 接着上次的费米悲论 我们用一期的时间讨论了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以及它们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分析了银河系内存在高级可通性文明的数量 虽然这个可能性有误差 而且误差大到没有范围 但根据这个科学的思路 结论并不是完全没有 相反还可能是一个庞大的数量 好 现在假定地外文明真的存在 而且数量不少 那我们就真的能知晓它们的存在吗 指数级的科技发展速度 应该让它们早已充斥银河系 还有什么原因让我们看不到它们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继续思维实验 构建宇宙文明的深层途径 首先三体当中给出了最拟人的解释 黑暗森林理论 大刘给出了一个从公理到定理的完整推导过程 我们现在就将这个思维实验过程整理一遍 首先两条公理 一 生存与发展是文明的第一要物 二 文明不断扩张 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还有两个基于人类思维和经验的重要概念 一 技术爆炸 二 猜疑链 技术爆炸是指每一个蒙昧弱小的文明 都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开窍 解放思想 让技术在短时间内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就类似大航海文艺复兴之后的人类文明 上一期我们也讲到过 这也是费米悲论的基础 猜疑链是指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存在 但无法获得对方的信息 此时就需要猜测对方可能的动机 比如战争中你是一个掉队的士兵 步入漆黑的丛林 突然发现前方有人影扰动 此时你也意识到自己并无掩护 也就是说你的存在 对方也即将发现或者已经发现 此时就需要判断对方是敌是友 是敌人就要尽快消灭 但即使根据掉队的时间判断 他应该是战友 但很快冒出了念头又是 对方认为我是敌是友 再接下去 对方认为我认为他是敌是友 如此下去将会陷入 无止境的猜疑链之中 当然在现实中 士兵可以通过对暗号 或者借助敌我识别器等方式 进行交流和识别 获取信息来斩断猜疑链 但是情况放到宇宙中 遥远的距离以及光速的上线 让交流或者探测 变得无比低效或者不可能 猜疑链仍然发挥着作用 而之前的两条功力又得出 因为宇宙物质资源有限 文明之间都会有 争夺物质资源而消灭对方的动机 而技术爆炸又会造成一个问题 即使作为相对高级的文明 弱小的文明当前可能对自己没有威胁 但是弱小的文明也有可能 突然机制起来 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爆炸 从而超越高级文明 而且由于距离遥远 以光速传来的观测图景 估计已经是上百年以前 说不定对方早已发现了你的存在 只要是个文明 当你发现它之后 由于光路可孽 它早晚也会发现你 综上在宇宙文明之间 一旦发现对方文明的存在 那就是一个永恒的威胁 必须先发制人的将它消灭 同时还要隐藏好自己 以免被消灭 当然我们也会说 尝试交流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是更美好的局面 但是在这样把人逼生神经病的宇宙环境里 交流的风险无法承受 毕竟信息不能秒回 几代人等来的回复 可能就是毁灭你 与你何干 只有立刻消除对方 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相应的 隐藏自己也是宇宙文明 生存的必备技能 所以我们没有发现 外星生命是因为 他们隐藏了自己 更恐怖的是 他们见人就杀 人类文明之间 与黑暗森林状态 也有相似的历史时刻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略去十几万字的事件起因 当苏联和美国警戒等级军 升至临近核战争状态的最高级 苏联的核弹 已在美国的家门口部署完成 载着核弹的B-25机群 开始在白岭海峡盘旋 街道命令随时转向 美国发射井下 145枚洲际核导弹 做好了30分钟打击部署 庞大的苏联陆军 在西线集结完毕 做好了在核打击过后 推过整个欧洲的准备 此时两国领导人 陷入了怎样的思考 肯尼迪会想 赫鲁晓夫会不会 已经下达了打击决定 就算肯尼迪认为 赫鲁晓夫不愿意发动打击 那么赫鲁晓夫 又是怎么认为 自己是否会发动打击 他又是怎么认为 我认为他会不会 已经决定按下核按钮 同样的思考 肯定也在纠缠着 赫鲁晓夫几经崩溃的大脑 就在这时 美国的U-2侦察机 在古巴上空 被陷入疯狂状态的军队 用导弹击落 美国舰队也探测到 附近海域苏联B-59 核打击潜艇的存在 并用训练用深水炸弹 逼迫其上浮 潜艇指挥官无法判断 这是否是真正的进攻行为 已经将核鱼雷对准美国航母 擦枪走火的事情已经发生 任何一个事件 都可能引起上千枚核弹 陆续升空 以及世界80%的人口消失 但是这一切 为什么没有发生呢 那就是交流 白宫与克里姆林宫 在那时 不但没有切断一切通信 反而成为两国首脑交流 最密切的时候 双方都保持最大的克制 去交流和协商解决办法 毕竟全球人类的命运 掌握在这两个人手中之后 自己在本国民众面前 那些所谓的政治姿态 和人格威信已经无足轻重 即使在几方飞机被击落 潜艇被攻击的情况下 两国首脑立即优先做的事情 都是安抚当时已经头脑过热的军方 转过头来向对方解释 并继续协商 最终苏联撤走在古巴的核弹 肯尼迪承诺美国不入侵古巴 并撤出了部署在托尔齐的导弹基地 接下来就是两国的核裁军协议 好莱坞是大圆满的结局 想象一下如果当时两国首脑无法交流 或者哪怕交流只有两个小时的延迟 那会怎么样 可能200年后自然之力又让世界焕人一新 一派后人类时代的生机盎然 当然这样的脱颖只是一种可能性 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完全是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 何况宇宙中物质总量也不一定就是有限的 同时在完全不知道对方技术能力的情况下 盲目发动打击一旦失败 就会有提前暴露自己的危险 还有技术爆炸在当前只是一种惊艳之谈 以人类几百年的发展作为研究宇宙文明的样本 显然取样太少 不具有代表性 实际上刘慈欣也在采访中表明 将宇宙描绘成这样 也是因为这样的故事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一个正义中将战胜邪恶的 充满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宇宙 实在幼稚乏味 说到技术爆炸 当前你我的生活之所以感觉日新月异 其实只是所有产业当中的一支 信息互联网产业在迅猛发展 尤其是中国这种人口庞大的国家 更是互联网产业生存的沃土 而且在中国这个先前底子薄的国家生活 科技的追赶效应 也能带来生活持续变化的感觉 实际上能源 动力材料半导体等领域 以及最重要的基础物理学的发展 已经缓慢到接近停滞 摩尔定律已经失效 50年前阿波罗计划使用了 土星5号运载能力 完爆当前所有现役火箭 百年之前创立的量子力学 与相对论仍然是当前科学的前沿 高中生还在为牛顿力学叫苦不迭 当然由此就引发出 另一个关于费米悲伦的猜想 发展障碍 看过我往期节目的观众 应该对可控核聚变技术 有一定的了解 这项技术被科学家视为 人类能否长久发展下去的关键 所以很多学者呼吁 全球的科学界加大投入力度 联合起来一起攻克这项关键技术 可是如果事实就是 可控核聚变技术就如同涌动机一样 从客观上讲根本不可能实现 那么我们只能继续使用化石燃料 以及低效的太阳能风能 也就只能被禁锢在地球这个牢笼之上 这里又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小学的课本上常说 研究原子弹美国用了多少年 苏联用了多少年 欧洲各国用了多少年 而我们中国只用了少了多的时间与投入 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就造出了原子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用的时间更少 以此来宣扬民族的坚韧和伟大 虽然确实很了不起 可是这个说法中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 那就是中国是上述国家中最晚一个研制出核武器的 率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占尽了战略优势 我们是在核恐威胁下被迫研制 其实一项科学技术最关键的问题 不是掌握这个技术需要的时间与金钱的投入 而是在研究之前就能知道它是可实现的 就像学生做题一样 首先你得知道制造题是有答案的 题没有出错才会尽力想办法攻克 一旦国家科技术点歪了 后果哀鸿变野 在美国曼哈顿工程之前 没有人能知道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否能实现 这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研究去尝试 还要承担难以想象的投资风险 如果没有国家意志的执行力 没有谁敢向这种项目投资 当然第一个掌握某种技术的国家也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后来者的摸索与仿制会容易得多 知道它是可实现的 道路无非那么几种 挨个是足矣 但获益受限 所以我们应该宣传的是国家有能力做出巨大的投入 为科学家创造优越的条件 从而实现了类似托卡马克装置 在反应时间以及反应温度上的全球记录 这样才会产生良性循环 吃苦耐劳是艰苦时期神话式的宣传 好了话说回来 如果某项关键技术从客观上讲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话 文明的发展就会遇到无法突破的障碍 技术爆炸理论也就被彻底扼杀 费米悲论不公自破 人类200年前第一次发出电磁波 也就是说人类的信号已经传播了200光年 但是以当前人类所能使用的最大功率的电磁波发射器进行通信 信号传播经过两光年的衰减 就已经被宇宙背景辐射的噪声彻底淹没 至少我们人类的设备已经侦测不到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息也就大概能传播到太阳系边缘的奥尔特云 发展的障碍以及宇宙空间的尺度把文明彻底隔绝开来自生自灭 也许宇宙中生命的发展有很多障碍 这些障碍就像一道道宇宙生命的过滤器 原核细胞的真核细胞的进化是一次筛选 单细胞的多细胞是一次筛选 大脑神经的发展以及自我意识的出现可能都是生命发展的一次过滤 我们人类现在是走过了这些筛选器 但未来的还过得去吗 看不到任何地外文明的事实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实际上当前关于今后的科学发展是指数级增长的论断比较片面 近100年前诞生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当今仍然可以被定义为尖端物理学 应用科学的发展当然富足了我们的生活 可是当基础知识的储量渐渐被用完而没有新知识补充的话 发展速度当然会减缓 也许就如同生物穷落增长曲线一样 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S型的曲线 可能当前的发展刚刚过半 看起来像一个勾形的增长指数 所以我们不能一直抱有这种幻想 未来也不一定就是天堂 因为人类的幸福感并不来自于绝对的存量多寡 而是来自于增量 一旦社会财富不再增长 而人口和欲望仍没有止境 社会还能否稳定 可能现在就是人类最繁荣幸福的黄金年代 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 重视环境保护 同时也要改变对待科学的态度 人民大众总是有一种科学发展与我合观的态度 反正它就在那里快速发展 我们坐享其成没有什么问题 娱乐产业被过度关注 房产投资更是成为了年轻人毕生的追求 可是科学技术又不是自动在发展 研究中人力物理的投入 以及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关注都必不可少 总是有人对类似天眼这种巨型射电望远镜 以及大型粒子对撞机嗤之以鼻 拿出天眼地区的温饱说事 认为这些全是面子工程 这种现象虽然说源自于个人的无知 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社会风气导向和科普工作落后所致 当前科学发展停滞的现象已经逐渐凸显 想要获得增长就需要更大的投入与努力 天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宏观宇宙的知识 粒子对撞机可以为我们揭开事物微观本质的面纱 新的认识是获得知识的基础 而通过知识可以获得改变世界改变生活的力量 好了 关于费米辩论的两响就是这么多 部分观点也是本人的一己之见 希望对大家能有那么一点的启发 我认同的地方也欢迎来怼 个人认为争议不应该极力避免 各种思考激烈碰撞之后也能得到新的观念 但前提是能将心中的傲慢与固执除去 将他人的思考和全新的观点纳入自己的思考 科学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发现总结纠错改进 愿意继续探讨的各位就欢迎继续关注了